腹筷 基本上我們會看患者當下的膚況 皮膚的狀況 膚況而定 膚況不好的時候任何的治療都不能進行 除非是一些簡單的保養型的東西 基本上來說我會建議膚況好的情況下 比如說你想要改善臉上的其他問題 那可以選擇就是溫差比較不大的季節 然後濕度不要太濕也不要太乾的季節 就是適當的季節 所以一般來說 就是室溫維持在 液溫差維持在20度上下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適合的季節 今天是超級大量的季節 非常非常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